Sandy無山如當媽後 首度以品牌代言人身分付出 22日剛好遇到七夕情人節 不過跟老公好像沒時間約會 今天真的超悲傷 今天就只有工作 可能晚餐有機會的話 一起吃一點東西 大概就這樣而已 不聊啦 我覺得因為我的生日 跟七夕實在太靠近了 那今年生日已經非常非常感謝 王先生帶我去吃了一個 很有趣的這個老宅的料理 然後我就覺得很浪漫 已經非常非常非常感謝他 他真的很棒耶 就是在一起滿久了 然後還有辦法想出新的出逃 真的很厲害 對現在在這邊再次謝謝他 最近都是那個尾牙 就是我的經紀人很猛烈的 目前他覺得有可能到12場 然後我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負擔得了 尾牙設備都是比較人介紹的 應該不是吧 畢竟我是女主持耶 那個男主持的需求是男生 你去問豪平啊 大天啊 你去問他們啦 不能問我 我是女生 女生不一樣 呃 不過 我應該沒有做壞事吧 我沒有 我沒有喔 我就是好好的就說結婚生小孩 合情合理合法 好不好 教哥在四號的時候 有提到妳跟大學的事情 喔 對啊 欸真的是子虛無有到昏倒耶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個新聞出來我爸打給我說 你咪吐大喝嗎 我說我沒有 他說那為什麼人家 會哭著從人家出去 我說我不知道可能我煮火鍋太難吃 還是怎麼了這樣 就我們那天有約就是打個麻將 然後吃火鍋打麻將 然後旁邊還有其他的藝人朋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的傳聞 大家都開開心心 甚至隔一天我們還在約 只是沒約成 欸我們真的只有那一次碰面 其他都是工作 許光漢的部分 真的沒有 欸真的抱歉影響到大家 或者是讓許光漢的粉絲 或是他本人覺得怎麼樣 就真的沒有了這個事情 我知道他有傳訊息給他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他傳什麼給他 對我其實還打給其他 就在場的其他 也有圈外的朋友 我就會說 欸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其實讓所有人都 欸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這樣 所以可能你們就要去問 問大賀了 我在節目上 我會說他很帥 為什麼 也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並沒有自己下任何接觸他 真的完全沒有 對但他很棒 他很棒 他很帥 他做得很好 但就是 我沒有這種非分之想 對 我老公就說 啊你真的是世界大水鬼 我就嗯 好 我知道了 沒關係我以後的best friend 就是我老公 跟我兒子 沒有了 如果想要更多朋友怎麼辦 自己生 對啊 所以就算了啦 沒關係啦 我真的從錄完影之後 也就一直都沒有機會碰到他 昨天我還在問禁電人說 欸有沒有機會再碰到他的經紀人 或什麼 因為他們認識 然後說有沒有機會問一下 這樣 後來我們就想說 就先這樣子吧 就先不打擾 所以妳接下來有沒有傳訊 當然有 當然有 目前就是 嗯 他可能在嗎 對就是沒有 沒有回落什麼 但我可以體諒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 跟以後 對不對 他再傳訊給我 就是女生 哈哈哈哈